第二十三课 你打错了 Let's read the new words together 麻烦 转告 票 清楚 手表 接 Let's watch the video of text together 请问 田中在吗? 他不在 您是哪位? 我是李英南 麻烦您转告他一件事 行吗? 没问题 你说吧 去大同的火车票买到了 星期五晚上九点半的 对不起 我没听清楚 请再说一遍 好吗? Please read the text after the video 请问 田中在吗? 他不在 您是哪位?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天中在吗?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remio 没问题,你说吧。 去大同的火车票买到了,星期五晚上九点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大同的火车票买到了,星期五晚上九点半的。 去大同的火车票买到了,星期五晚上九点半的。 Now let's learn 道 used as a complement of results. Let's look at some pictures and say them together. 我们可以说 我回到家就给你打电话。 我们已经学完二十二课,正在学习二十三课。 可以说 我们已经学到二十三课了。 我晚上六点去的朋友家,晚上十点才回家。 可以说 我去朋友那儿了,一直待到十点才回家。 去大同的火车票买到了。 他的手机不见了。 他的手机不见了。 他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他最近挺忙的。 工作到。 他最近挺忙的。 工作到半夜。 我要在北京住到年底。 从你们学校习到故宫要多长时间。 Now let's do some exercises. Give a talk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s. 他买到电影票了。 他找到手表了。 他接到朋友了。 他接到朋友了。 他看到长城了。 That's all for today's class. Please complete today's homework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See you next time. 。